大家好 我是吴仔 先說到中年好聲音 這一集好像每個人都一般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劉河是不是大熱門? 肥媽說她三不像 為什麼我說她是大熱呢? 我只是看到她的表情 覺得她有巨星的風範 表情有 唱歌有沒有? 肥媽說她是三不像 肥媽不是三不像? 三不像在樂壇上算另類 肥媽像誰?沒有人像的 是三不像的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另外很多參賽者唱陳慧嫣的歌 但每個人都給低分 哎呀 糟了 會不會是唱了陳慧嫣的歌 很嚴謹 我不應該這樣唱 會不會有些先入為主呢? Hello 今天有到Kel Sir張菲雷說中年好聲音第二季的話題 今集來到第二十集 有些網民問我 為什麼不玩中年好聲音呢? 或者中年好聲音第三季你玩不玩? 對 有些善意的就會說 你唱得很好啊 玩不玩 有些學意的就是 你唱得這麼好 你講得這麼厲害 我講那麼多選手 唱成點 你這麼厲害 你不試試玩一下 唱歌老師去到一百強 然後四十強都不入 五十強都不入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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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口心了 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中年好聲音 去到第六季 至少去到第六季 如果他一年搞一次 我才夠歲數玩的 對 我是未夠歲數玩這個中年好聲音的 所以 有 我和五仔都相差一段距離 雖然看上去好像差不多歲數 他看上去小過 五仔看上去好像三十歲 我真的剛剛三十歲左右 所以我是 中年好聲音這個節目 如果他調低 可以三十歲就玩得 或者三十二歲也好 我就去報名 但是現在三十五歲才能玩得 我是 起碼第六季我才能玩得 所以 就 沒辦法了 我又玩不到了 這些機會留給那些 哥哥姐姐 三十五歲的 剛剛玩到的 就 開心 對吧 好啦 我們講一下這一集 就是 這個 主題就是唱陳慧嫻姐姐的歌 先讚一下 因為我知道陳慧嫻姐姐 有時候會聽一下五仔的頻道 不知道會否偶爾聽到 這個中年好聲音第二季的頻道 然後聽到我說她 所以 我先讚一下陳慧嫻姐姐的歌 真的很好聽 很多經典的音樂 那樣 就 開始有壓力 我覺得她的歌很多都很好聽 我去一些餐廳住場的時候 我都經常唱她的歌 另外就是 哇 這一集 就有點 低分 竟然有三個七字頭 之前大部分都是八十分左右 八十分以上 這樣 那竟然有三個七字頭 那是不是 陳慧嫻聽回 那些人唱自己的歌 會比較harsh 對 好了 那我們開始由第一個講 那就是這個古卓文唱的 《戀戀風塵》 就拿到這個 八十八分 我覺得她 整首歌呢 都 那個 感情呢 是處理得挺好的 真的很真情 但我覺得她是 有一個位唱得不太好 就是後面比較爆的位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support 是差一點的 對啦 那就是first很好 接著 入到她的 mood 整首歌的 mood 都很好 但是後面比較放的時候 那個support差一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她很大力 去演繹她那個 要爆發的一些位 但多大力 就多大聲 就叫沒有support 就是我這樣就叫沒有support 但如果我這樣就叫有support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這樣就叫有support 但你明白嗎 這樣就叫沒有support 就是很多放的位的時候 它就是多大力 多大聲的時候 沒有support 然後變成那些位 就會有些不穩陣 還有它有些少少 一些阿音 高音位的時候 它是比較 有些少少 惡高了頭的時候 就會聲出來 比較後頭高 還有比較扁了少少 這個是少少發聲的 技巧的問題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是有進步空間的 但是整首歌的感情很好 所以那裡是扣少少分 穩定度扣少少分 但是不差的 所以都拿到幾高分的分數 就是這個88分 第二個唱就是這個陳善廷 我唱這個飄雪 我在加拿大經常下雪的時候 我就想起這首歌 這首歌挺好聽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陳善廷唱 我一直都覺得 他撕不掉鄭秀文的聲線 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 都入了血 我想他鄭秀文的聲線 到某個範圍的時候 就有鄭秀文的影子 沒什麼所謂 他唱一些跳唱的歌 是不錯的 但這首飄雪 拿得79分 首先他那個技巧上的限制 還有他選擇這首慢歌 他不會有一個很創新 或者很有驚喜的唱法 永遠就是一個合格 但又有點瑕疵 所以就不會很高分 所以就拿到這個79分的分數 是困難的 在他現在這個聲音的條件中 開始是封頂了 挑槍沒問題 挑槍的時候應該拿到80多分 但一唱一些慢歌的時候 開始到現在十幾強的時候 是開始 不敢說最差 但是一會兒有人低分過他 但是都幾尾段的人 如果只是計唱歌的話 好了 接著就到劉可 劉可 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一個人 唱這個人生何處不相逢 說完他老爸的故事 我覺得他唱這首歌 是真誠了的 比起之前 因為之前我總覺得他有一種 飄飄然的感覺 或者一種輕浮的感覺 一路以來 但是他唱這首歌 我覺得他是進步了 有那種真誠一點的感覺 特別是一開始的時候 還有尾段的兩三句的時候 是有 好了 但是中間 我覺得他有一些輕浮的感覺 就是他一邊動的時候 還有選了一首 不是很適合他唱的歌 選了一首小調 然後又想加一些現代感下去 但是又怪怪的 真的很期待 是用一種唱小調應該有的聲音去唱 肥媽都說得很好 說他三不像 就是說他又不是小調的唱法 又有現代感的唱法 改得又不夠明顯 我也同意這件事 是難的 就是唱一些舊歌 人生何處不相逢 其實很難 他很有突破 去唱 你說完全改善 又可能 沒有了他本身那首歌的味道 但是如果用他本身的唱法 又很難唱得很好 那 如果表演來說 我覺得OK 但是比賽來說 他唱這首歌 是沒有什麼深度 我覺得都是選歌的問題 不應該選這首歌 其實很多歌劉可唱應該會好一點 我覺得選歌問題 好了 接著 又是拿到79分 跌入淘汰 但是放心 真的有人比他低分 這集真的比較低分 接著就是鄭子浩 Brian唱這個去霸 拿到84分 挺適合他唱的這首歌 首先Brian 鄭子浩的技巧 是一向都OK的 這樣 above average 的所有技巧 還有聲音 這樣 這樣 唱到立體感出來 但是 他今集的聲音有些沙 所以 有少少下次出來 但是一兩下 我覺得 所以 就不太明顯 但是 唱歌 挺有那種 演戲的感覺 他唱歌的眼神 他適用那些眼神 表情去營造那個感覺 那個立體感出來 但是 一直以來 就是 說他沒有什麼新鮮感 是同意的 我覺得 你大概會猜到他怎樣去唱一首歌 就是 他還沒唱之前 你聽 他說唱一首什麼歌的時候 你大概會猜到他會怎樣唱 那就 沒有那種突破 如果要突破 可能在選歌上 會不會選一些 類似新歌 譬如 廢育清唱 這個小行雲 就是這樣 去拿一個突破 但是 對 要想一下 暫時十幾強 我想都可以的 你的分數不會太低 但是 永遠就不是最高 然後 如果去到六強 這樣 就會有點危險 我覺得 現在 還可以的 84分 看看之後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有些驚喜的 一些歌曲的表演出來 可以拿到九字頭 或者 或者 是 拿到MVP 這樣 好了 接著就到 黃月 唱這個 《逝去的樂言》 唉 最低分 75分 首先 黃月 一向都 唱功上 有些問題 低音 其實不只是 這首歌有問題 其實之前 我都說過 很多歌曲 他一到低音的時候 他很不唱 沒有落到 空腔共鳴 正常 我們說話的低音 是這樣的 他那個低音 是這樣的 即是 高音的時候 是OK的 他奏了是這樣的 但一到低音 他的共鳴 沒有下來 就是變成這樣 下來 是這樣的 但他就是沒有下來 所以 他的聲音 到低音的時候 就很不出 然後這首歌 就完全 短版 就出來了 然後 高音 高音 中音的時候 又不是唱得特別好 正正常常 唱首 廣東話歌 他的廣東話 又會有些 有些 鄉音下 少少鄉音下 就是比較 一聽就知道 不是講開廣東話 講國語比較多 的人 但是 是的 真的 沒有但是 不過不失的中音 然後 低音好不出 扣很多分 那麼 是的 75分 都挺低分 有點危險 看看下集有沒有人低分 就跌入這個危險區 然後 下一個就是 顏米糕 顏米糕 和鵝雅希 我都覺得 都是 我想 三甲 是 除非 去到 不知幾個強的時候 他們兩個 打 今集 顏米糕很高分 唱這個 我心不死 得到93分 真的唱得不錯 這首歌 我心不死 不死 他不死 那種感覺 心不死 那種感覺 是一種怒氣 是很適合 顏米糕唱的 一有 那種怒氣 需要那種 憤怒 那種歌 是很適合他唱的 其實 所以 他 在後面 比較爆的位置唱得好 連一開始 用一些 比較高共鳴的時候 一些這樣的聲音 他都處理得很好 他的技巧 是 好了些 比之前 他唱一些輕的高音 其實是 有些 有些瑕疵 但是他今集唱這首的第一首 是唱得不錯 是進步了 我覺得 然後去到中段 一些爆位 有些怒氣的唱法 有OK 是 尾段 是少少 重複了 尾段的爆位 和中間的爆位 是差不多 或者應該說 尾段想再爆一點的時候 好像沒有一個 再 有power 一些的聲音 或者想有power 的時候 只是 只是大聲一點 變得對比不太明顯 但是 都是吹無求疵的 整首歌都唱得很好 已經有93分 很高分 是 是 這首歌真的唱得不錯 然後 下一個就是 陳如飛 唱程義傑 他改了 一開始唱的chorus 是OK的 但是唱chorus 我覺得他應該 拉慢一點的節奏 或者做一些 大的dynamics 我上集都講過 就是教大家 怎樣去 唱個chorus 唱兩句chorus 這些是一些 比賽的技巧 可以搶一搶耳 但我覺得他唱這個chorus 是沒有搶耳的感覺 但是不差的 正正常常 我覺得他 放了first scene 都OK的 只不過他是什麼呢 就是他第一次唱得不好 現在 第一次的低音 的chorus 很低的 然後有一些 是不太出 那種感覺 但就沒有去到黃粵歌 那麼差 那裏扣少少分 變了 對 我覺得可以 高了一個 都會好一點 我覺得 可能高了一個 他會對高音舞 有信心 因為這首歌 的range 大少少 那麼 就拿到85分 都不差 陳如飛 那個character 都在chorus 那裏幾出 我覺得 肥媽就說 他這首歌 好像收藏了自己的個人性格 我覺得OK的 chorus 都不差 是 是 Key低了少少 好 接著就到 林若瑩 林若瑩 我之前很支持他 真的 我一向都覺得 他的聲音挺好 然後他有時 有些位置 是驚訝到我 特別是上一集 唱這個笑網書 有一種 快哭 快哭的唱法 挺好聽 我覺得他這個歌手不夠全面 但是 很多歌手都不全面 現在我們中年 好聲音第二季 譬如阿米糕 都不全面 他唱 應該說他不全面 他唱大部分的歌手都80多分 但是唱 rock的歌手都90多分 露氣的時候 林若瑩 很多歌手都70多分 但他一種歌手都90分 我覺得 他有一種 唱到人就哭的唱法是90分 但是其他歌手都70多分 整個 整體的戰鬥力 是低過阿米糕很多 但是 他有時拿到90分 就是他只用90分的技巧 然後加 加其他東西 他就是拉低了分數 所以永遠是80多分最高 唱這個紅茶館也是 紅茶館 他唱得到那個味道 然後 中間加了一些獨白是加分的 不是去到很尷尬 但我昨天就說他比較兇 我就覺得 都不是 挺適合他 他的性格 感覺都挺像 挺不錯的 我看完是不尷尬的 有時 人們加了一些獨白 搞得很尷尬 反而就是 我覺得他的唱法 可以在獨白的聲音 說話的聲音 來得比較自然 即是 連接會比較好 現在唱歌 還是很 很 有時 但是 OK 拿到一個feel 我覺得 最後拿了82分 也不算太低 未去到75分 79分 有三個人都低分 下一集很期待 下一集 我見到這個 《夜姬》 《雨淚抱擁》 這些歌 都是我經常會唱的歌 我都很喜歡 陳慧嫻姐姐 這些歌 一到住場 很多人怎麼唱 或者我自己很喜歡唱 夜姬的歌 特別是夜姬 我很喜歡 拉慢了來唱 他是一首半快的歌 我覺得拉慢了 感覺又挺好聽 《雨淚抱擁》 曾經有個學生 唱這首歌 贏冠軍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很好聽 然後有一種 很崩潰的高音 chorus 那首歌也是很好聽 我們期待下一集 誰唱呢 這些歌 我們期待一下 暫時就黃月75分 最低分 看看能不能夠她 上回來了 應該難一點 我覺得 除非沈忠賢唱得 再差一點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